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二对大众汽车提起诉讼 指控该公司涉嫌广告欺诈 乘骑 柴油车辆 有力环保 但实际上在数十万辆车上安装了作弊软件 让美国家庭消费者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已经起诉 大众该公司还面临500多起与伪期丑闻相关的民事诉讼